李宗盛一議員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今天哲學非星期五 我們今天其實很高興請到陳景俊先生 幫大家個列掌聲一下 像上次之前有個講者 因為我們找了講者 大家有個說 如果遇到我就會問他是專長 然後就拜託他就過來 所以呢 他上次那個家子叫 如果像蒼蠅 其實蒼蠅我都會把他找過來在這邊組繭 那我們今天也很開心來去談一下六都的問題 那談六都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主流媒體很少就談六都 然後談六都呢 我們也不知道大家在目前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現在都不知道一些口水在很上面 比如說藍綠的版圖怎麼分配啊 然後哪一個候選人啊 他的家庭背景啊 然後這個人多麼偉大啊 再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好像少談了一下 他們更應該關心的 就是我們他們要選舉 他們參選那個城市的市政 他未來怎麼規劃 整個市政的想像是什麼 那對於市政裡面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錢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那個市政一個地方政府沒有錢的話 在六都以後他的錢是不夠 其實他也會造成 他也沒辦法去真正去執行一個好的政策 但是也有可能說在六都裡面呢 因為我們這個題目是區域平衡發展的危機 那這個發展的危機就等於說 我們在區域裡面六都來臨的時候 其實我們城鄉差距會擴大著 一如我們大家在看 看到我們的介紹裡面想 這張鄉差距擴大 青少年人會以後我們過去 老年人會繼續留在鄉村 所以這個情況會越來越嚴重 那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我們就要保持區域平衡發展 那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是不是有一個方式 不管因為這個我們講到 關於錢和區域平衡發展 還是結構性的問題 不管是藍絲率 他來執政 他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比較不會去傾向去談 藍玉執政之間的差異 然後這種detail上面的差異 或者是關於一種正常屬性的差異 我們比較想去談那個結構面的問題 所以非常歡迎等一下大家 如果有任何的疑問的時候 可以問我們陳靜靜先生 我先介紹一下他 他是目前是清明台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然後他也是管理一個 關於財政的 他也是一個研究 他是做關於財政規劃上面研究 也曾經是雲林財政局的局長 雲林縣財政局局長 所以他在實務跟理論上面 其實都有一些很深的研究 然後同時他也在思考 整個地方財政的未來 所以如果今天 因為我們在台北市 如果今天有機會的話 我們還可以多講一下台北市 他那個財政的狀況會是怎麼樣 那我們時間就先交給錦淇淇 好 我們在這裏掌聲歡迎錦淇淇 謝謝阿堪 謝謝工作人員 也謝謝你們這麼冷的天氣 哪個月來自我想這麼 算複雜嗎 算嚴肅嗎 也有一點的議題在 那我剛聽到說有人期待是理財 那恐怕會有一點點失望 但是我也想一想 其實理財有時候是個人對不對 有時候是限天 怎麼樣在限天 如果你爸媽媽媽的房地產 或是你的房地產 在哪些限制 固定他就是會長 有些限制就是不長 或是長得很慢 這是怎麼決定的 其實跟政府的財政資源 怎麼配合一些關係 有一些關係 所以 等下如果我一個一個來講 好 那當然今年是六度的選舉 那特別我們站在台北市 不曉得你們每個人的生命經驗怎麼樣 我自己差上例 我來台北市二十幾年 從唸大學一年級開始來 那我每次離開台北市呢 就離開所謂的天龍果 我就會感受很深 第一個如果你冬天 離開台北市 可能差了十來度 只要過那個佐水溪 大概離台北市都溫暖很多 但是你會發現 過了台北市之後 也沒有捷運 有沒有其他公共建設 有很多 諾文都 好像台東來的時候 應該感受也很深 所以我一直對區域 沒有發展有一些想法 那當然這個部分 是有它歷史的因素 還有它綜合的因素 但是我特別要強調就是說 以我的經驗 在財政的分配上 是可以做某個程度的調整 適度的去平衡 我的觸發是從這裡開始看 那 投影片嗎 好 來 所以我從幾個面向開始談起 一個就是說 現在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 第二個說 六度的狀況又是怎麼樣 第三個部分 我們慢慢進入到財政分配的角度 我們的財政分配的狀況是怎樣 那現在制度怎麼走 為什麼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好 分幾個角度來請請 欸 簡介我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 我們之前有提到那個 在六度時代其實還有七合一選舉 對 那七合一選舉其實在台灣 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 可是好像很少人談到 因為大半多次有關係 六都 六夫的問題 或者只針對台北市長的選舉的問題 那你能不能跟我們 稍微現在 志工再準備一下 談一下 七合一選舉是怎麼樣的一種選舉 欸 問題 我講講看 好不一定 講得完整 或是很正確 七合一選舉 就是我們慢慢去整定選舉 所以需要一年之內 把所有選舉都選完 隔年再選另外一個選舉 所以兩年會有一次選舉 那像2014年的選舉 就是縣市長 縣市議員 里長 這些一定有種 那就有村長有里長 這樣加一加總共有七種 所以那七合一選舉這樣 反正我們現在的選舉 就是兩年一次 一次大選 就是選總統跟地方議員 那另外一次就是地方選舉 縣市長縣市議員 村議長 這些兩年 那這個跟區域均衡發展 有兩個 有點關係的 第一個是說六都的時代呢 你在選地方選舉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關心區域均衡發展問題 第二個有關的問題 就是說像台北市呢 其實他應該站在整個 各縣市老大哥的角度來談這些問題 不只是我台北市要怎麼發展 我怎麼讓台灣其他縣市發展 這個我常打一個比喻 比如說你是大哥 你的二弟三弟妹妹等等 如果他們都過得很好 他們都成家 然後大哥就很輕鬆 台北市應該有這種氣度 說其他縣市都發展起來了 那我台北市的首都機能 何不然越強大 如果各個縣市都發展得很好 他就很需要金融的角色 台北市就扮演得很好 很需要首都的功能 就扮演得很好這樣 所以區域均衡發展 不是說我們要讓台北不好 可是讓大家都好大哥就好這樣 來 請看下一項 我們接下來一個人可以講 我等一下還會再過來講這個問題 我先從城江發展的落差來談 大家看一下 其實武都的時代 人口還是持續在 往北部的東位區這樣移動 我整理一下這個是2010年 也就是說開始有所謂的武都人 那當初武都人就希望說 各區域能夠比較均衡的發展 譬如說台南升格為直轄市 台中升格為直轄市 他可以當區域發展的龍頭 那人口不要說只是往北部移動 那往北部移動呢 就像我們做公車啊 做捷運啊那整個都很齊 如果這個機能稍微分散會比較好 可是我發現呢 從2011年開始有武都之後 到2012年年底 這最比較新的數據 看得出來 其實人口還是往北部在移動 我們如果把人口移動照排名 這是前五名人口是增加的 那這是後五名人口在前上的 那你幫我們講一下哪親五名 好 我一個一個講 那我先把離島的因素除掉 因為離島有一些特別優惠或什麼 我們大家為了小山以後為什麼不設計 那人口增加最多的是台北市 從2011年到2012年增加5萬4萬 增加第二名的是新北市 那除了北部地路區之外 還有一個人口在增加的是台中市 其實台中市當然有它的效應 因為它升格直轄市 因為它有中科 因為它比較多一些工作機會等等 那第四名是桃園縣 再來是新途縣 所以整體前五名人口 在兩年內近增加17萬 這看起來是人口還是往這個趨勢來講 那人口減少了後五名 減少最多的離島就算了 選手最多的第一個是屏東縣 第二個是嘉義縣 第三個是彰化縣 第四個是基隆市 第五個是彰化縣 那東部地區 它可能本來人口減少 它能夠再移出的 如果我們是看比例的話 只看人口的話 東部地區可能還不進來這樣 那這後五名 加重起來人口還流失了4萬多人 所以人口還是有一個 往北部都會去移動的這個區域 來 下一頁 那為什麼大家往北部地區移動 我們看一個家庭可支配所得 所謂可支配所得 所謂可支配所得 就是說每個家戶扣掉了稅之後 他的可支配所得 一年大概是多少 因為我們所得稅申報資料是照買的 按戶來計算的 所以平均每一戶可支配所得 最高的是台北市 平均一戶一年扣掉稅之後是126萬 如果你們住新北市的一橋之梗 其實新北市一年的平均 家庭可支配所得是93萬 那這個比例看起來有一點差距 新北市大概只有台北市的四分之三 若差已經出來了 那如果你在往中南部的縣市去看的話 我們看一個極端的 雲林縣跟加一縣 這個農業縣 其實雲加兩個家庭可支配所得 只有台北市的一半 那如果在這種經濟分配的狀況的話 我想如果你是一個年輕人 有移動能力 比如說你家庭啊 父母啊 你沒辦法走的話 你大概會往北部來移動 可以的話到台北市來設計 希望以後所得會高一點 當然台北市有台北市的問題 這是大家在台北市住的是什麼 交通啊 房價啊 生活的壓力啊等等 那氣候啊 天氣啊 這大概都是另外一個因素 這個可支配所得看出一些現象 好 來 下一頁 那這一張圖也是可支配所得 不過呢 我把它按照時間趨勢去分 04到07做一個平均 08到11年再做一個平均 這不是照正常分啊 我只是做一個時間的趨勢 看各個縣市可支配所得 是在成長還是下降 等於自己跟自己比 那一樣我看台北市喔 台北市這個是04到07 這是08到01 04到07到08到01 所以它在成長了 成長了2萬左右 家裡可支配所得 平均每戶 在這個期間我做一個平均 它還成長了2萬 那一樣剛剛看台北線 新北市成長1萬 欸 台北成長比 新北成長又快一些 那其他難戶的限制喔 一樣喔 我來看雲霄 因為我曾經在雲霄縣這種服務過 所以我都才很知道 一個台灣落差多大 雲霄縣是在下降喔 家裡可支配所得 還是在下降的 所以 我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欸 趕快搬到台北 搬到台北也不一定有用 好 下一頁 好 我們來看儲蓄機的也是喔 平均台北市一戶一年 可以存30萬 那雲霄縣呢 比較少了 這都是降低的很多 台中 台南 新北 這個跟可支配所得 是畢體的兩邊 下一頁 如果我看人力的狀況 台北市大多數的人是大專以上學歷 而且這個大專以上學歷 人口的比例在成長 那雲霄呢 一樣 最低的還是雲霄 他們比較低 雖然在成長 但是他大專人口的比例其實很低喔 下一頁 反過來看國中以下學歷 台北市國中以下學歷的人很少 這反映著人口的素質的狀況 那到民家這些地方去看的話 國中學歷以上的人口其實比例蠻高的 下一頁 這數據越看又有感覺 來看那個0到4歲的人口又有的比例 其實這個跟青少人口往都會區一動有些關係 所以都會區的出生率比較高 又有的比例開始比較高 然後整體都還在下降 這跟台灣在遇到少十塊的關係 那下降的狀況哪一個地方下降的最快? 好像又是落到民家了 為什麼他0到4歲的人口比例降得這麼快? 恐怕會跟虎都時候青少人口繼續往都會區一動有些關係 那當然其他細部的因素就比較厚田的 包括直轄市給的 譬如說好運啊 助理好運啊 生個小孩虎都多好險啊 這些福利都有些關係 好來 下一頁 那農業現代反而是老年人口比例就比較高 農業現代又是最少老年人口福利高 不會區域地外還是臺北市跟社會福利有一些關係 大家喜歡設計臺北市 好來 下一頁 所以我整個整理一下就是說 我發現城江發展的落差 跟產業的群聚效應有一些關係 所以你的人才啊 資金啊還是繼續往北部移動 那中央部其實在產業上變略的話 在人口就繼續流失 所以北部呢 因為人口集中 所以它的城市內需的消費力很強 我想你們如果跟中央部熟的話 到中央部開店恐怕有時候找不到客人 越偏遠的地區 那在台北的地方開店大概都還好 所以北部有資金 有技術 有人產 那最重要呢 基礎建設 那基礎建設慢慢的就會跟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 跟財政的資源也沒有關係 有個地方就是沒有足夠的財政去做基礎建設 那這些基礎建設不夠的話 你的人才啊 資金啊 會不會進來的 那特別在產業上又有群聚效應 譬如說我的大廠在哪個地方 那中央的這個工廠有一個人的群 那如果沒有這個群聚效應呢 你就在地下廠商自己去 你的上下有廠商沒有在哪裏 在那邊社工廠 那出現的狀況就是中央部的限制 在人才資源上慢慢被別人化 這是我開始會關心這個議題的出眾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六都這個格局 現在是五都 那年底桃園現在就升格為止下式了 六都這個格局沒有辦法帶到他當年 希望六都升格的這種區域去的發展 政策目的 反而讓整個項發展都差更多 來 下一個 第一個就是所謂桃園是年底升格 那就形成六都 那原來六都這個格局 是我們期待它是一個地方政府治理的興趣 我覺得這個大本便對我們都會成像發展都會有 都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謝謝你 那其實2009年喔 地制法先修罰 然後呢允許其他縣市呢 非台北市非高雄市 這縣市呢你可以升格 升格為止下式 那它的政策目的就是說 基於國土規劃跟區域均的發展的需要 這是立法的目的 那立法目的是希望促成國土規劃跟區域均的發展 那它希望說各個指甲市 扮演你這個區域裡面的核心目視 譬如台中市 我就是中章頭的核心 所以呢人口呢 不會繼續往北部移動 或是在區域裡面移動就好了 譬如台南市升格 那台南縣市會有併升格 就有一些它區域均的發展 又在裡面這樣 所以它希望這些指甲市成為區域致靈的中心 帶動區域發展 這是原來政策的目的 下一頁 但是呢 升格直轄市之後 其實各個直轄市它自己也遇到一些問題 譬如說我們如果看面積就好 原來北高兩個直轄市 大概都是小直轄市 你沒辦法去想像現在的直轄市是暴山暴安 可是現在新的直轄市真的是暴山暴安 它的面積大 而且有三遊海 譬如說台東市你要管回平鄉山上 那你要管舊的台東市區 你要管海邊 山海屯包三六包海 這治理負責度多了很多 它的經濟發展的狀況也不太一樣 大家工作的狀況那個也落差很大 高尤市也是 高尤市管到外面的一島 管到那馬下鄉 管到莫拉克風災那些區域等等 另外就是鄉鎮之後不見了 那你在鄉鎮區域要重新整病 讓它重新發展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地理區 行政上的區域 跟地理上的區域有時候落差很大 因為有些地方 那其實你應該同一個地區 那就被縣分隔了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個印象 像我家是坐在老家 住在佐水溪旁邊 那佐水溪那邊 跟清水溪的教會 分成三個縣 一個叫張華縣二所 一個叫南投縣竹山 另外一個叫雲林縣陵內 所以人家問我哪裡 我說我是南投縣竹山鎮的人 但是我是雲林國小畢業 就混蛋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像我去雲林縣當財產局長 他們都說你是外地人 你怎麼來這邊當財產局長 我說我雲林國小畢業的人 你是外地人嗎 他們就撒掉 後來他們就說沒有啊 因為你是南投縣的 我說好我是南投縣的 那請問你到憲政府來多久 我說要一個小時 我說那你大概住北港啊 水溪啊 這些雲林沿海 我說是啊 但是我從竹山到斗六四 大概二十分鐘到 很好玩 來下一頁 那六都時候有兩個失衡 簡單講就是水瓶的失衡 跟垂直的失衡 水瓶就是縣式跟直角式之間 那垂直的失衡 就是中央這五個地方 這很值得失衡 我們先來看水瓶式 第一個當然就是南北差異 城鄉發展落差 城鄉小畢業縣 那第二個 你不要羨慕六度當直角式喔 其實其他的縣市 現在有十六個縣市 他沒有深可 所以他說我們叫什麼都不是 什麼都不是 在財政地位上落差很大喔 等一下會講 那不是深可的這些縣人 就很怕被滅越化 因為財政的資源就有限嘛 那現在他深可了啊 就像哥哥長大了啊 說我現在是直轄市 那財政上我要多分配一些 可是財政大比就這麼大 你切大快一點 那其他縣市就 必須分小快一點啦 所以這些縣市就很擔心被別人化 這是年底大家都會遇到的問題 可是呢 剛剛在講七合一選舉對不對 每個縣市又只能顧自己選區裡面對不對 在跨縣市啊 在區域不平衡發展 這個好像也不太能提 不太能提 那台北市最尷尬 台北市如果去區域不平衡發展 人家說 你要把台北市的資源分給別人嗎 你會很難選台北市 其實就像我講的 如果你好好扮演大哥 第一個首都的壓力可以減壓 你不需要那麼多機能 全部人集中在台北市 你有些部位可能可以到台中市區 我最近還聽到很多人這樣過生活動 他把台北市的房子賣掉 可能住到桃園的辛苦 然後買高鐵的月票 20分鐘到台北市 房價就有落差了 那一個月票一個月好像五千多塊吧 有人住台中 買月票到台北就50分鐘啊 那個慢慢會有一些不同的模式 就跟高鐵時代有關 不過話說回來 有人跟我講 他說你覺得高鐵時代啊 是讓區域更平衡發展還是 更不平衡發展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 因為高鐵時代齁 大家到台北市還太方便了 所以人口加速外移 我說是嗎 我以為高鐵時代 大家都想住中南部就好了 他說他觀察到現在是 移出的比移入的還要多 跟我們剛剛第一張圖講的 好像有這個關係 好啦 下一頁 欸 兩邊 下邊 好啦 垂直適合的問題就是 垂直適合就是地方政府長期以來 跳得很爽 跳得很爽 好 來 下一頁 往下 往下17頁 好 這一頁 那垂直適合的問題就是 長期以來地方政府的財政能量是不夠的 那我特別舉三個線 我為什麼特別舉三個線 你知道嗎? 不然藍幼水也是藍綠 因為這三個線你們自己去想 好像藍綠都有了吧 那他們都是遇到這個狀況 那財政能量不夠嘛 那每年都入不入出 但只要告舉債人 人為卡羅 債人 這三個線 特別好玩 他們舉債 破表 只會像舉債 破表 等一下會講 那舉債 破表 這只是現象 為什麼他們都在 原因就是像收入不足 那原因為什麼收入不足 從自由財源偏低 支出結構降化 那你一半的稅數都要再支應人士費有關係 如果你一家公司遇到這個狀況 你可能這公司會很難記錄 那偏偏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政府就是不得不再這樣經營下去 也蠻可人的 其實苗栗縣 我一直覺得像大湖事件這些 跟財政狀況去衍生出來的扭曲有些關係 因為財政上沒辦法支應嘛 所以他想說從土地裡面去炒作 所以劉縣長一直講說 你不要一直罵我啊 我這個可以賺多少錢啊這樣 結果又打我我贏了 現在我應該不是為了賺錢吧 為了讓你的政府都退展 我應該怎麼去收入不從土地裡面去賺錢吧 但是他跟財政資源很多種有趣有關 那我甚至發現 大概十六個 十四個 十二個左右每年不太一樣 他的自己的財源還沒辦法支付的資費 就是你自己這個縣裡面徵集的財源 再加上中央給你的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你還是不夠付自己的人事給了 那怎麼辦 只好繼續靠補助了 靠中央政府補助了 那中央跟地方之間財政分配的不均呢 其實就是我講的 隨時適合 因為我們大部分稅收集中在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在用一個所謂統籌分配稅款的制度 分配一個地方 那原來的制度是希望說 讓大家分配的財源比較平均一點 因為有的地方稅源多 有的地方稅源少 我來下一頁 那最後的結果呢 卻反而造成說地方政府的 秒賴中央政府的財政資源 那市長縣長 我必須講 如果你選上市長選上縣長 你也沒有太大的財政制度權 裡面也有大的財政困境 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支持 或是財政的挹注 你任何的政見大概都是空派 實施不了 有一個笑話是這樣 某一個東部的縣長選上之後就說 我才發現一個縣政府 雖然一年兩三百億的預算 我一個縣長的支配錢竟然只有三億 然後他在一個縣市政府的 其他縣市長都在場合這樣這樣 其他縣市政府都會說 什麼 你有三億 我們大概都一億多而已 這也蠻誇張的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的 很多縣市政府一半以上 都在負得四倍 其他就是自由的法定支出 你每年編一編 最後現在你縣市長可以決定的 就很低了 三億還算高的 花蓮縣 那我們又出現一些困難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財政收支劃分法 沒辦法解決我剛剛在這裡 所以行政院辦提出的財政收支劃分法 沒辦法解決 所以這個修法就是非常過分 你看五都升格幾年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修不了 有一次財政部長 在立法院財政委會的財政策劃分法 他說這個比正所算還困 這個比例大概也滿好笑的 為什麼他困難 等一下會講 因為他沒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當然困難 你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要修法還不容易 來 下一頁 所以我再來看 除了財政、社府、交通建設之外 我們這個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 最開始看的那些圖表是現象 但他原因大概慢慢跟結束到了 下一頁 譬如說台北市 其實他人口跟土地面積 佔人口的11%跟0.75% 台北市的土地面積很小 但是台北市的營業收入金額 大概佔全國的七成 因為公司當然是在台北市 這個就影響你的稅源 因為你的營收多 公司的營收多 那你的營所稅收就多了 其他在嘉義、台東、銅骨、雲林、南口 就沒有一個比較好的經濟發展的保健 那原先的農業又在沒落 又在萎縮 農業上也不會有太多的稅收 幾乎沒有可能 反而你要補貼他那樣比較多 那居民所得停滯不潛 經濟不振 稅源沒辦法拓展 那財政的能力就會越大越大 然後地方政府之間 你去看社會福利支出跟稅數的福利 或者是你看人均的分配金額 這個差異也不小 所以社會福利支援成分配會有成這樣做什麼 如果你去選擇住的地方 你應該會選擇 如果我是65歲以上 我可能會選擇台北市住 社籍台北市 戶籍一定要簽到台北市 一定要給我輔助最多 那這個落差也越來越大 那社會福利支援也有成這樣發展的差距 譬如說101年度這個決算出來 102年度這個決算沒出來 台北市社會福利支出是最高的 比例最高的 跟最低的大概差3倍 打下一頁 等一下有些表格 講可以了 另外就是交通建設 台北市因為他的財政資源比較好 他都提供很好的統統建設 好 舉個例子 最新通測的是新一線 好不好搭 我們禮拜二 搭到末端的象山站 我去爬象山站 台北市太好了 有這麼好的捷運這樣 但是他可能為了省一些錢 所以班次拉得很長 我就不太喜歡 那這就有點好笑了 其實他最大的花費 不是每一班捷運這種變動成本 而是開信義線這個固定成本 他固定成本非常高 整個信義線 從東門站開始到象山站 大概6.4公里 他花費是338億 高不高 高喔 他大概比桃園跟彰化 跟彰化線一年的稅數預算差不多 那其他縣市政府 一年的預算還比上一條新一線 所以我們人來問你 說你從哪一個縣市來 你要說 我是一個比新一線都無理的 那台北市呢 蓋這些捷運 也不是說我們就羨慕他紀錄 他需要他不要蓋 而是說 我們在談那個資源分配的時候 要把它拿出來當例子 因為台北市蓋這些捷運線 他一半以上的金額 用力會不算好 大概都是中央政府補助的 大概都是中央政府補助的 那中央政府補助 蓋捷運線也沒什麼不對啦 但是如果台北市政府 被中央政府贊助的很大一筆錢 去辦花火 我們會覺得花火不需要的時候 就會覺得 你為什麼不把這些金額 補助給產花的縣市去辦花火呢 這個就是我們會去問的問題 那五度的格局是現在區域犯 越加越不均 那富的有錢的地方 越來越有錢 窮的縣長就越來越窮 這個如果你不是台北市 你是台中市民 台南市民 我必須講 或者是你是高榮市民 我必須講 你雖然是指甲市 但是指甲市也分好幾支 台北市當然是第一級嘛 高榮市 台南市那個可能都不是第一級的指甲市 他沒有台北市這麼好的採車能力 台中市有信義線嗎 高雄市有辦法蓋信義線的捷運嗎 他雖然蓋了兩條線 全線、全線 但是還要靠一些BOG 靠一些國營事業出錢等等 所以不可能再複製台北市這麼好的狀況 台灣就繼續將區域辦不均 未來我們繼續面對這個問題 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下一頁 這幾點就是重大交通建設其實都集中在北部 資源分配不均 因為公共產有一個特性 像捷運、公共建設 它就是一個有地理性的 比如說我蓋的捷運 除非北部的人或是你到台北市來 你才有辦法使用捷運 其他地方能用不到 那你的交通建設、基礎建設越來越好 人口就會越好這個地方 所以你的財政支出 你已經做出了台灣怎麼樣區域不均衡發展的選擇了 包括台北市跟新北市的落差也是這樣來的 新北市雖然升格了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他的財政努力啊 現在公共建設跟台北市還是有一段落差 還是有一段落差這樣 那南北的施衡跟我們長期拼公共建設 投注在北部這種關係 那人口、工商業就隨著這樣發展物價的施衡 下一頁 那講到了這三個不平衡 財政、政府、交通建設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希望平衡發展的制度 也就是現在的財政劃分制度有沒有辦法平衡這樣 我先介紹一下這個財政劃分制度 這個戶財劃法是88年精神的時候去修改的 其實它13年沒改的 地方財政的收入越來越少 為什麼精神要修法 因為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那時候要精神 都說因為省長是散財投資 要五毛給一塊 非常有錢 那如果你去細想這個制度就是 省政府那時候有一個營業稅的收入 那我越精神 我要把營業稅這塊收入 拿回它的中央 所以我要去修財劃法 那拿回到中央 那就沒有省府了嘛 那縣市政府也少掉一個省統籌款 所以這幫政府修了這個財劃法 拿到了營業稅的稅收之後 他就必須再給地方一些補助的經費 比較一般性補助款 跟現在的統籌劃分款制度這樣 那這個制度 事實上對現在的地方財政 之所以財源會這麼少 跟這一年的財管法修改換一些 其實這個講得最好的 我曾經跟他一次在成人部開會 我部署 然後這個講得很好 他說我在台大教書 營業稅學理上就是地方稅 因為中央把它拿到中央政府去 才讓我們地方政府的收入這麼低 發展這麼低 你應該讓我們升格為新的稅 所以你們知道是誰講這個梁翠華 但是他去當市長之後 就不看講這些事情 有些自然的朋友 不知道有沒有在聽過自然的這件事 好像就沒有了對不對 好 來 不要披臨政治 我們明明就只會講太多分之 2012年 全國徵期的稅務一兆七千多元 我們講稅度滅 還不講稅出 那大概68%歸中央 地方政府大概收到28% 這個還包括中央統守分配稅卡 所以才是68比28 那如果我不考慮中央統守分配稅卡 也就是說中央得到的稅收 它依法必須販配給現實證明的部分 那大概是82米 所以我們錢集中在中央 權也集中在中央 所以這財化制度垂直是不是呢 中央跟地方之間失望 那地方政府彼此之間的收入的落差也很大 所以也有一些稅比適合的問題 那這些地方資資永遠沒辦法落實 我打一個比例喔 如果你是父母啊 你會一個月給小孩三萬塊 譬如說 讓你自己去規劃繳學費 買摩托車買電腦 還是你是by project 小孩要買電腦就給他電腦一起 要買摩托車就給他摩托車一起 再給他繳學費 這個不一樣喔 那我們中央地方的垂直劃分 垂直的財政收支劃分也有這個問題喔 你是給地方自主的財源 他自己有財政的自主性 自己負擔財政的盈虧 自己去做計劃 還是地方政府是靠著計劃 一項計劃一項計劃跟中央政府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結果就會完全不一樣喔 因為大家知道後者 地方政府會依賴嗎 我跟中央要到什麼我就去做什麼 我雖然不必買摩托車 我每天坐結業 竟然父母給我摩托車的時候 就去買摩托車 地方政府也出現這種狀況喔 譬如說我不需要辦花火 中央政府既然有花火的機會 我就去辦好了 類似這種計劃型的補助 到底是不是地方需要的 還是中央政府的一個權力工具的使用 這個就不一樣喔 好來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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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政院的財化法為什麼過了這麼多年 他雖然一直強調說 我讓你增加一些財政收入 但是還是一直沒辦法修法 所有的利文不分難 律動版對政府行政院版的財政收入發揮 所以有一些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說 這個財化法沒辦法講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承鄉發展高度落差這個問題 所以你在財政劃分制度裡面 還是只是在全數裡面做微調 什麼叫全數裡面做微調 以前人口比例佔多少 現在加一點 以前土地面積佔多少 比例現在少一點 類似這種模式 他在公司裡面做一些規範而已 所以這個財政收入劃分法 提出來大化就滿意 連台北市政府 所以行政院版的財政收入劃分法 沒辦法矯正成效發展 所以這財化法一直沒辦法過的 最重要的原因 來下一題 那既然財政收入劃分法沒有過 縣市政府 以後還有幾個都都已經深刻了 那怎麼辦 只好去調分配比例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做法 我講給你們聽 舊的統籌分配稅款分配比例 還沒有補都之前 他是靠著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靠著營業稅的百分之四十 剛剛講到精神之後 營業稅百分之百 逃到中央 那地方這種不夠財源 那中央就把四成拿出來 當統籌款的大餅 大餅收入營業稅百分之四十 所得稅或物稅百分之四 土地增值稅呢 縣市收入百分之二十 拿來當統籌款的大餅 做成這塊派 這塊地上 怎麼分配 怎麼分配 行政院院長先留六個勝 叫做行政院長釋放錢 法律上不能這樣寫 所以他叫做特別統籌分配稅領 來制定地方政府緊急虛辦的事項 什麼叫地方政府緊急虛辦的事項 什麼叫地方政府緊急虛辦的事項 行政院長只有採用空間 對不對 譬如以前 一位行政院長好像寫 後來 大家都想要寫 他有一年呢 大院長他說他的失業力要降到多少 所以他就把這些統籌款拿去 做一些臨時就業的方案這樣 他覺得這是地方政府最需要的 給一些現實做的事 很多政府 我們說政策買票 或是選舉拿來綁撞 很多錢就是從這個錢來 這些不管哪六個勝 我們來看分配面 直轄市分43% 當年的直轄市就有北高 分這一塊統合款大餅的43% 那其他縣市呢 分這一塊統合款大餅的39% 有沒有道理 所以北高為什麼要當直轄市 直轄市有比較優越的財政地位 那為什麼大家要真理深刻 因為我也希望我們參加人生勝利組 縣市政府勝利組 我們當然不要去分這個乞丐組 乳蛇 乳蛇組 那鄉鎮人就分12個生 好來 當年最新發 最第一個產生的故事是 新北市還沒升格之前叫做 台北縣 台北縣有幾年是準用直轄市對不對 那台北縣以前是分這一組 那台北縣照人口 照土地面積他都分蠻多的 那當年我在雲林當財務組長 然後我們其他縣的就想到 台北縣呢 升格我們要祝福他 因為像台北縣各縣市的鄉親都在那裡 像雲林縣有大概六十幾萬人 那據說新北市也有六十幾萬幾萬鄉 所以他要升格我們祝福他 那是人走了錢留下來 什麼意思 這麼說講 這台東市的財政局長先發難了 我們去財政局 他說 新北市 那是台北縣 台北縣升格準直轄市 應該跟直轄市共分這四十幾萬 人走了錢留下來 把這三十九%的留給我們 我們去奮飲台北縣 原來是分的太出本了 有道理喔 超有道理的 那財務怎麼辦 財務按照中央統說分配算法 分配辦法 裡面呢 就必須讓他參與直轄市的分配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附外更狠 更狠的是什麼 台北縣升格 他不能參與直轄市組 因為他要準直轄市 所以他不是直轄市 他不能參加這一組 那他現在是要準直轄市 他也不是縣市 他也不能跟這個叫 那他當然也不是鄉鎮 他也不是行政院長 只要台北縣的口頭款 那一個財政缺口怎麼辦 你中央政府自己想辦法 因為你準他升格了 那時候行政院長好像 2008之前 那我這套辦法 才就不當然受不了 所以他後來就跟台北縣說 好啦你參加北高這一組 那這時候我們是高興組 對不對 分到了 原來大哥在分的那個 那他去參加的是勝利組 那原來43%兩格 北高兩格之下是分夠 那跟台北縣來分的時候 兩格不夠了 那這時候誰三好金 中央政府三好金嗎 台北市政府三好金嗎 最後因為北高損失蠻大的 民良心產生 然後中央政府就去起一塊 叫做專案補助法 那台北市就分了150幾億 155億我們也記錯了 高興市分了50幾億 來賭台北縣來參與分配的損失 所以講到這裡你就知道 財政就是一種 零和遊戲了對不對 既然城鄉發展這麼不均勒 那我們這些弱勢的現代 都不客氣了嘛 那台北市有傻嗎 沒有傻 因為中央政府必須分配給他 既然八成多都在中央政府 你要財政能量 你就分給地方政府發 中央政府就只好認了 來下一頁 那後來這個辦法 因為太宗市也升得了 台湯縣市合併升得 他們都不再分縣市這一組 台湯縣市也合併升得 他們也不再分這一組 那高興必須高的事 合併升得了 他也不能分這一組 所以我們本來還有高興 基本上這樣好啊 既然這些大哥 二哥 三哥 四哥 都不分這一組了 我們來分這個39% 應該也夠了吧 中央政府就想說不行不行 你們又在複製那個 忍走的錢留下來 所以呢 我忍跟錢同時帶走 中央政府就換說 然後把升格的啊 你就拿到這裡 跟原來那43%一起做成直轄市組 那現在直轄市組 就變成大顆、二顆、三顆都在這裡分 所以他們分的比例更高 變61% 那縣市呢 又分24% 然後被帶走的還有鄉鎮組 像以前有板橋市嘛 山崇市嘛 他們現在都叫新北市的部分嘛 所以他本來12% 這也帶到這裡一起分 這套制度有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剛剛關心的這一次適合嗎 沒有嘛 只是重新arrange嘛 然後大家在裡面玩離合遊戲 分來分去耶嘛 下一頁 我們財政就這麼好玩 那除了挑那個之外 其實我們去年還修了公債保 什麼叫公債務保 如果你們在看美國所謂財政權的安息 所以他規定一個政府居然的上限 你不能超過這個上限 超過這個上限怎麼辦 就只好要求國位提高居然上限了嘛 美國調了六十幾次 台灣政府已經將他調 因為去年就調了一次 他先調縣市政府的居然上限 那中央政府馬上要推到居然的鐵花板 然後來換中央政府提升票 所以公債法實在不是一個有效的規範法式 但是因應五度深刻他只好秀 這個有一點點細節 我稍微花一點時間講給大家 原來中央政府 台北市政府 高澳市政府 各的縣市 整體中華民國各級政府 現在上限是三年 平均國民所得的48% 譬如說我三年平均國民所得 依照三千億 其中的48%就是我整體債務數量 我不能超過GMP的比例多少 好像有點道理 但是這48%怎麼分配呢 中央政府分40% 台北市分3.6% 高澳市分1.8% 縣市政府去分這2% 本來都有道理喔 好啦你注意看 如果你現在是台中市 你升格位置下市的 你要試用哪一個 你不是中央政府 沒有40% 你不是台北市 你不是高澳市 哇你也不是縣市的 那怎麼辦 遇到一個問題 你必須修公債保 那公債保還沒修正通過之前呢 新北台中台南這些新的支架市 它的在線呢 就指導試用員規定 也就是說它不受GMP的比例規定 它變成說 我只按照自己的規定是 我一年稅出的預算 譬如說一年花兩百萬 那我45%是可以用取債的 譬如說我一年的稅出規模是100億 那我整 我自己縣市政府的總取債上限的 不能超過40億這樣 欸如果你有印象 我剛剛講苗栗 新竹 伊朗取債破表對不對 就破這個比例 它為什麼破這個比例 我講給你們聽 他們會獲得比例 有一些歷史因素的 我慢慢講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規範啊 這存在漏洞 啊講難聽也就是政府做假帳 不做假帳呢 它可以幫忙變預算 因為稅源不足嘛 那我這個地方已經這麼慘了 好吧 那就做做假帳吧 怎麼做假帳 如果你規範我舉債上限 不能超過稅出比例的45%的話 分5是稅出嗎 分子就是你的主債輪度 我要增加分子的話 那就提高分5就好了 那 ratio就會下降了嘛 對不對 就會落在45%以下嘛 那怎麼把分5做大 就把我稅出預算擴大 可是稅出預算一擴大呢 我又必須主債來支應它嘛 就陷入一個惡訊數嘛 那最後中央政府發現說 你的稅出擴大 只是為了我舉債上限的時候 我叫你把那些假的稅出要拿掉 哇你的分5瞬間縮小了 對不對 那你呢舉債上限大 你就幫我增上去 就是分子跟分5嘛 在那邊玩來玩去這樣 那另外還有一年以下再現 如果有需要再講 下一項 後來呢就修光後債務法 這個 光後債務法以前是三年平均GNP 那有一位 當時在當政務委員 他就說你們用GNP規範是不對的 我身為一個經濟學的院士 我認為用GNP來規範才對的 那時候我們就擔心說 他把GNP換成GNP 那是不是變相在提高取債上限 他說沒有總在線不會變 好不好 我們就放心了一點 然後改規範 改成中央政府在46%的三年平均GNP 就是一個遊戲對不對 大家在裡面分配來分配去 然後縣市政府舉借一點以上的公共債務 你不能超過你總預算 特別預算的反而是50 這提高一點對不對 反而GNP等規範 本來稅數規模是45% 現在就多了5%在方面 然後未滿一點這個不用 但是我加一個流量限制 流量限制應該怎麼講呢 我債務存量 我債務代理負債多少是一個存量的概念嗎 我一個債負債多少 很像我浴缸裡面核好水 那些都是你負的債務 但是我一年可以增加多少債務 很像你再加進去的水額多少 那叫做流量 那流量在線呢 我們就有一個辦法 就是說你不能超過你稅數預算的15% 假設我一年的稅數預算是110 那我要新增加舉借不能超過10% 這一個好處嘛 我不要流太快 造成我債務的存量越來越大 我浴缸裡面已經很多債了 水已經非常高了 你不要一瓢一瓢一直加一瓢 你一年只能加一瓢 就這樣規範 這好像也是一個很笨的規範 是不是 但是呢好像還有一點作用 可以限制政府不要舉債太多 不要債油止符 所以我們不可以 但是呢新升格的直轄室呢 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升格 那中央的話 給我們很多同仲法 我的收入呢 沒有辦法像台北市一樣好 所以呢 我希望用舉借 所以你可不可以讓我的流量在線呢 從15%增加了20% 我們本來發 在例外提案才是30% 我們嚇一跳 想說哇那一點增加30% 你三點不就增加多少了 所以後來還是折中 最後只增加20%這樣 所以呢新增格的直轄室呢 不要太高興 因為呢 你現在必須舉債注入 這叫做加速舉債 就好像你有一張現金卡對不對 貴款的餘額是多少 那你限制你新增的餘額不能多少 你說我現在正需要錢 最後每個月新增的餘額要快很多 所以你要加速舉債 那最後呢 你就很快達到舉債存量的上限 你就又沒辦法舉債了 最後債務票的你沒辦法反省 政府又這個狀況 那下一步 所以我大概整理一下 譬如說 新共債法實施之後 那原來規範中 政府總在線是40.6%嗎 那所有直轄市政府是7.61% 那縣市政府是10.63% 那怎麼分配 直轄市政府是10.63% 那怎麼分配 大概他現在債務餘額是多少 那以後還有可能增加的空間是什麼 這個經濟日報有整理 但是呢 最好還是關係一下 各個縣市政府舉債狀況 剛才講三個縣市破表 如果你不信在苗栗縣 你就知道如果有一天苗栗縣破產 應該怎麼辦 因為他舉債都破表了 你在伊朗你在新竹都有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個狀況 先講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還是負債最多的 中央政府這個是11月底 最新已經到12月了 還沒有革新 但是那個數字變化沒有那麼快 雖然年底資金比較有需求 中央政府大概負債五兆兩千多 多不多 多或少可以討論 起碼他增加速度很快 那其他像台北市 負債2千3百多億 高雄市2千2百多億 你看紅色的是宜蘭縣 這個是負債金額 這個是負債比例 就是在稅數預算的比例 那大部分的縣市政府 都合於45%這個舉債三線 那有三個縣 宜蘭縣、苗栗縣、新竹市 他都舉債破表 所以被標紅字 為什麼45%把它跳回62% 因為他當年做 把稅數規模做大的一個模式 所以被招到這種施工 所以把假的稅數拿掉 那你分母立刻縮小 你的總舉債上限 這種舉債的比例就變高了 這三個縣就破掉了 那公債法就造成這些扭曲 因為很多地方政府財務困難 那我的帳戶的餘額已經達到透支了 那怎麼辦 我為了橫平預算 規避公債法的限制 我就創造一個虛假稅數的客戶 而且這個跟其他局處 跟各位也講到 這個是為了編預算做假帳用的 所以你不能真的去動資他 因為動資他為了沒有現金可以給你用 這個很多縣市政府的主計啊財政啊 就玩這套遊戲一樣 所以他這個就借高部預算稅數來操弄 取債值是怎麼這樣 那審計不查而有序列稅數的 有台北縣、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嘉義、台南、花蓮 哇 11個縣其實是通通有講的對不對 沒有的搞不好只是人在查到耶 來 下一頁做得太誇張 所以他藉擴編稅數預算的規模 來稀釋公共債務的比例 你把分補做大吧 他就讓取債的比例下降 合乎那個45%的規定 這個問題就很大 所以主計轉出差額的幾個比例法是怎樣 像宜蘭 宜蘭從95到99年度他都變一個稅數叫做財政困難 差短中間補助 他覺得我中間會補助我 因為我財政困難 但是中央不會補助他 那南投縣也是 南投縣為了把稅數規模擴大 他就編了很多人事費 但是這個人事費也不能禁用 因為一禁用裡面有現金可以用 預算是帳上的吧 那現金就是現金數有量 現實有就有費 所以他擴張得很快 這最後就被審計單位跳出了 下一頁 然後監察院最後糾正宜蘭縣 苗栗縣跟新竹市 這個都有 他說他屢次都是假裝便利一個補助收入 然後來擴張你的預算規模 來降低你的債務比例 歸避公債表的規模 這個用白話講的叫做做養炸 那蘇蘭宜蘭縣就被 把他稅數規模 在100年度的時候被拿掉 所以你長短期的債務比例 這個ratio 這個數字就標凸 就標凸了45% 當然就破掉了 下一頁 毛利縣不知道有沒有興趣 類似 他本來稅數規模 101年度是300公益 比100年度大幅減少 大概將近100億 為什麼 因為他做假的稅數被拿掉了 所以你的債債比例 本來合乎45% 他真的很厲害 45%他做一個44.94% 但後來稅數規模被拿到 被拿掉了 你的分母變小了 你的比例就立刻跳到63% 苗栗縣是這樣來的 所以以前 講話好不好 他拿槍 以前財政界都開玩笑說 千萬不要當財政局長 最富裕要當人 就是立憲的財政局長 這好可憐 被現場逼押 你為了沒工作 你只好配合 那怎麼辦 那你會做假仗 到時候被修正怎麼辦 還要那幾年間 查閱不成功 那後來不是監管 以後來提你嗎 你發言之後 就把當人的事都抖出來 不是一樣 對不對 後來出現這個事 很誇張喔 真的有意思 而且在各縣市都有名 我剛去林林當財政局長的時候 人家第一個跟我講是 徐林黑道很多 我剛才黑道的人 通常還講一點道理 不太有道理 然後他講出來好像有 不是他有面子這樣 那我發生財政界呢 更危險的是數字 人家說數字不會騙人對不對 但是我從來不信 因為忍會拿數字來騙人 然後你不要太相信這個數字 你要知道它是真的假的 後來我就跟 我在財政局 我就跟那些同仁溝通 我說財政不好的時候 財務透明度最重要 你不要自己掩蓋那個財政不好的事實 最後出事的時候 那是瞬間大爆發 你背的只能會很重 你不如逐步把它揭露 後來他們有聽聽去說 這個財政透明度很重要啊 這樣子的東西 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2008、2009 歐洲不是爆發債務危機嗎 希臘是爆發嗎 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嗎 他怎麼爆發的 比他以前他參加歐寶對不對 這玩類似的遊戲 把他的債務做得很漂亮 有很多債務的人 還拿去華爾街包裝上市 這都不良資產嘛 雷曼兄弟幫他包裝 是Levin嗎 好像是高盛 把他包裝到華爾街去上市 那等到希臘萬黨執政的時候 他就去清朝 他就揭露說 原來有這麼多 帳面上的 帳面上看不到的帳 原來我們的財政狀況更糟 他一揭露 如果你是買希臘公債的人 你會擔心什麼 有辦法履約對不對 大家就大量拋售希臘這個公債 希臘就出事了對不對 他當年為什麼這樣做 他必須把債務做漂亮財務參加歐寶嗎 就做假的 有控債 那財源部呢 在101點2月就請苗栗縣政府 在3月底前要改正 2月底到3月底 那如果你是苗栗縣的財政局長 你很頭痛嗎 因為這100億本來就是假的啊 那我被剃除之後 我不可能現在再去升這100億給你啊 有我也不用在這邊當財政局長啊 那怎麼辦 他只好財源部也成一隻也提一隻也這樣 所以他沒有認真去要他提一個債務改善計畫 財源部有一點點放水 導致苗栗縣的狀況 再來 下一題 這個 縣市政府的財政狀況講完了 那最後還是要講一點點政策的建議 怎麼樣區域可以比較便宜發展 在財政上有一些建議 當然這不只財政上啦 包括你的國土規劃 你不要總是把交通建設案等等想到的 那台北市也不要只想說台北市好 剛剛不是講說新北市 新北市升格 那排擠到台北市的預算 為了這個狀況會越來越多 包括公債法修法也是 因為狀況政府的財政也不好的 縣市政府的財政也不好的 甚至你台北市好的話 那大家就在分配面會跟你提交 那不要玩這種主角遊戲 台北市要當大哥 就算各縣市政府發展更好 你手足的金融會更強 那工商活動搶的時候 台北市的那種稅收啊財政狀況都會有 那往這邊沒想 所以區域平衡發展的財政建議 我們有幾點 只談財政的部分 好 其他的時間再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六度失敗狀況 跟地方的財政關係要重新鑑定 就我剛剛講的 不要老是覺得是上下關係 是負資關係 要是一個夥伴關係 在財政分配啊 救災指揮啊 災後預算的動勢啊 這些權值兩個問題 舉個例子 古敦義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大風災 我忘記哪一個 剛剛是淹水 那陳舉市長就說 淹水一台補助兩萬塊 這經費由中央政府支出 因為我剛剛講 行政院長6%了 特別紅紅糖 那兩邊就要回來回去說 你要自己支出 為什麼要支出 那就在講說 救災是中央的啊 怎麼樣啊 有債出金啊 什麼的 你的錢的分配分不清楚 權的分配分不清楚 那最後在政治責任的規矩下 又分不清楚了 所以做不好的時候說 因為中央不支持我 我先行現實政府 當現實長還蠻好當的就是這樣 那中央沒有預算 所以沒辦法做 那中央就說 那我已經給你統合款了 你應該自己去支付 那就是推來推去 其實我覺得中央跟地方分權 這些基準要談清楚 不要再裏 其實核心價值呢 是區域面有發展 而且是我要落實的地方是 讓各個地方受到的 基本的交通 醫療、社會這些 是基本的人權 要先備滿足 要先備滿足 下一頁 第二個是說 大直轄市 包山包海 治理負擔度多很多人 這廣義直轄市要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正視這個問題 要把跨域治理 跟廣義直轄市治理 這個東西想先 我們在跨域治理 譬如說我裝張頭對不對 假設我一條河 脫水溪 從南投縣流到雲泥縣 你經過了彰化縣 那你這條河的整治 到底是哪一個縣的責任 你知道縣市政府最會提皮球對不對 所以如果一道橋 經過了兩個縣市 那是誰管 對不對 後來就立一個規則 叫什麼南橋北管 有沒有 如果你跨越 譬如說北港到新港 過來到橋 是南邊的橋 所以有北部的雲泥縣中管 那河川的流域治理誰管 譬如說我剛講說 也行嗎 南投縣 扭貨雲泥縣 跟漲泥縣 那誰管 南投 不對 他們都一起推個中央 我們剛往河川有沒有聽過 中央澳縣 但是也需要令到這種配合 例如養豬人 不能是牌豹 那六青不能從左衛縣的上游 就把我的水抽走 那我下面當然沒水 我會飄沙、養塵 問題就很大 所以這個就是跨越之理 要一起去思考 就是中山頭 你要一個跨越之理的平台 一直看我們區域的議題 譬如說高高平以前有過類似的 我們要怎麼一起去發展 那台北當然一起要思考 是雙北基隆 要怎麼發展 這個在財政上 應該讓跨越之理這個機制能夠成功 什麼意思 我的財政劃分 不應該只是限制 有些是公然 可是跨越之理的話 我應該有一些計畫型的經費 所以要給跨越之理上需要的用途 那要去中央集權 不要只是中央集權 就集權 要往地方分權這樣 因為隨著全球化、民主化 其實就有一些分散的做法 因為現在不僅政府預算失智 包括政府績效的失智 包括我們在政府信任不足的這種線性危機 這三大民主的失智 其實某個部分 有些權力要往立法分散 你不能簽扶貿易協議說 這是我行政部門的權益 你法人只能備查 不能實施審查 你只能包貨審查 你不能薄條審查 這不能 要用一些往國會去分散 那有些當然在往市場分散 那有些要往地方去分散 下一頁 那稅圓分募不均的這些問題 窮線要怎麼讓它發展 我們要想清楚 這地方證明來講 它的赤字是稅數規模太大 還是稅數規模太少 這個跟私人的財務很不一樣 我們從小被焦慮的財務觀念 叫做量度未出 你有多少錢做多少事 可是政府反過頭來 我的財政學告訴我 政府是量數規模的 政府到底需要做多少事 我才去想我的稅入 要怎麼費用這些稅數這樣 現在政府好像搞我為一 他說我沒有錢 所以這個事我沒辦法做 那個事沒辦法做過 那最後就發現政府的功能很奇怪 很有趣 他有錢半花 我沒有錢怎麼樣怎麼樣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我們要思考是稅圓分不不均 還是財政收支劃分的分配有問題 不公平 打算收入不足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這幾個在財政界上是 買越來越多人在討論 下一個 那你要有財政自主權來 落實地方分權這樣 那行政院反而就是有一些問題 行政院反而太偏重人口 那人口當然是入匯區的人口比例高 那如果我分配的 都是照人口比例去分的話 對一些工商發達的地方就有問題 對人口多的地方就有問題 他反而沒有達到統籌分配稅管 標結財政民區 那有一些地方有餘的 撲給不足的地方這個附地 那所以非都會區的基本建設也動不足 那我只好都往都會區 人口都往都會區去移動去集中 那就造成了這些問題 台北市的生活壓力 交通 環境 這些壓力就越來越大 那你如果要當地方的財政自主性的話 最後還是要回到財協修 你要把頭頭換這個大餅做大 那如果滿足六都時候 這些地方政府才真的需要 中央不應該集中這麼多錢 然後才靠著各自跟中央 各自比本市區跟中央這種要錢 這套辦法其實讓財政自主性漲盡很多 就我剛講的例子 你說一個月定額給小孩子多少錢 他自己會去規劃你的財物 如果你小孩子每次都跟你抱說 我要買電腦 我要買機車 我要怎麼樣 那最後他的財務上還是不會努力的 那我們現在中央跟地方的關係 就有幾個在中 上下關係 複製關係 未來財博法修法要好好這些問題 下一步 那有一些人口化販的比重應該下降等 這個有空在講 簡直連財博法要有比較大幅度的修正 很像剛剛平衡發展比較有機會 藉由這個東西稍微去講一下 下一題 那新版的財博法還要怎麼做 我跟林湘凱 蘇建龍有一個組長 在2010年 在《地方政府治理的新舉挑戰》這本書裡 也有有興趣的在參考 實驗管理就有多多 所以基本的精神就是說 分配面量保利的統結構多遠 生態環境的多樣 經濟活動的差異 承擾治理 複雜度的不算社算不大 你把這些精神想好 那財博法 區域經營發展 多有餘 技不足 這些的原來立法的目的才比較能夠發揮 這個才是財博法的精神 能力的主張 下一題 財博法不是只有要再做銀河遊戲的分配合 另外 我們雖然修了公在法 未來政府 中央政府也必須要修工債 其實這些債務只有增加沒有減少 像西亞的例子裡 我們中央政府的例子裡 中央政府的債務只有薪增加 它根本沒有在還債 有啦 它還債什麼還 我聽過舉薪玩救四個字嗎 就是我的債到齊了 所以我就接一個新的 再來還掉最後的債 這舉薪玩救 各級政府都是這麼做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這麼做 這麼做的結果就是債務只有增加 有人不用減少 所以我就要求我舉債的地方版 越來越搞 越來越搞 那最後發生的故事就是像美國的財政圈 就兩黨在那邊競爭 歐巴巴說我要提高舉債上限 不然我政府必須關門 國會說好 你關門 歐巴巴就真的給他關門 那政府停擺了三四天 國會說好吧 那你提高舉債上限 但是不給你一次提高很多 你過個半年 你要來跟我談 這個舉債上限提高的問題 所以美國提高了六七十次的舉債上限 這債務永遠都一直在增加 不會減少 那我們地方政府要做的模式就是地方財政再生基金 首先地方財政再生基金 我設置一個財政再生基金 我承接地方政府的債務 但是我每年強迫你從稅額收入裡面編多少錢來還債 讓我這個基金是有一個自償性的作用在裡面這樣 我不要讓你強制編本 那編本至少要是你當年這個稅額收入的版本 這公債版第十條有些新生可以用 那中央政府也要負擔一部分強制編本的責任 你要有一些強制編本的責任 這個負債才有可能比較有機的處理過程 下一頁 這是公債版第十條 下一頁 設置一個地方財政再生基金 那有部分中央為什麼要負擔 因為中央立法地方買單 或是中央在減稅造成地方政府的收入減少 這個政府常常做民選首長很喜歡減稅對不對 但是什麼都沒有減到我們的稅 都減到財團的稅對不對 營業稅從25%降到17% 這也是企業的緊追對不對 遺產證明稅從50%降到10% 你說欸其實搞不好有一天我們會失用 這怎麼告訴我 其實免稅有兩千多萬我們不一定有得到 但是當年講得很好聽對不對 遺產證明稅因為很高 所以有錢來的人都把錢放在海外 之後我們遺產證明稅從50%降到10% 這些資金就會回流 台灣就會創造很多投資 就會創造就業大家都很好對不對 後來降稅了對不對 2008、200左右 遺產證明稅從50%降到10% 錢也有回流啦 錢也有去炒房啦 因為你看央行的國際收支帳就有嘛 他留回來的私事統治還是一個熱錢 我們都看得出來嘛 那就是對高房地產 然後最後讓我們年輕人買不到對不對 就不可能啊 台北市為什麼一品300萬可思議 因為你在這種低域的環境 你敢放在海外 現在不用放海外的拿回來 只好就炒房 就出現這個問題 那除了減稅它造成地方證明收入不足以外 中央立法地方買單 這個以前委員會馬市長 他說因為健保是中央立法 所以中央應該負擔過 台北市政府不繳健保費 不然就跟中央政府打官司 打到大法官去 最後中央政府打贏了 大法官說 台北市政府你也應該負擔健保費啊 怎麼可以不負擔 那台北市政府還是不負對不對 那健保局就說好 那我就按照強制執行法去查光明的土地 真的這麼晚喔 玩了好幾次喔 那台北市政府就說好啊 你不要查這一塊了 這一塊我準備拿出去 標售啊 BOT啊 地上圈啊 拿筆塊給你壓花 好啦 故事就這麼好玩 以前的馬市長現在變成馬總統對不對 那這問題還是無解嘛 這問題還是無解嘛 所以長期以來中央立法地方買單這些問題 其實政府還是一體的啦 那既然過去有這些 那未來地方財政在重建的過程 除了直轄市政府 地方都有負擔強制方法 中央也可以在你的財政能力上 附帶一些方法的責任這樣 這是地方財政在這間可以去做的事 好第三個 下一頁 那另外就是我們的行政區塊有一些問題 行政區塊重新調整 你的行政區塊的調整 要能夠讓你的區域不能發展 這個也是國務規劃 所以你要重新調整 你讓區域功能不補之後 才有很跨越的治理區域合作 那另外這個很重要 首屋的生活限量減壓 除了風險跟環境壓力 都適當分散之外 也要讓台北市的品質更好 如果我台北市把一些中央政的機關 往南牽的話 往南牽的機關以後 那些地壓釋放出來 那些人口往中央不去比稻之後 台北市可以發展的題材又多 不需要只靠小肺口的毒根啊 說人家都實在實在 那個都比不上這種大的 這種大的政策性決定 台北市的發展的條件 要來得好一些 所以這個是要重新去思考的事情 這個對區域的軍員發展 才會比較新的綁進 下一題 另外就是地方制度法 你不要再去分直轄市跟縣市 其實他們就是第二層的政府 就是地方政府了 你不要直轄市比較優越 然後縣市政府比較差 所以縣市政府都會要求升格 最後呢 升格直轄市的財政收入沒有真的變好 但是他人員的值得提高 人事的經費大幅擴張 其實如果你們去看的話 很多縣市升格直轄市之後 就會發現人事費啊 就是大幅的增加 其實實力只實力的增加 官司的提高啊等等 其實那種管裕直轄市 他治理的狀況又跟以前 縣市的狀況又跟以前 那另外就是垂直公民性 中央的地方分泉 怎麼樣權責相互 權啊財啊責任啊這些項目 這個都是要去 我只把問題點出來 時間算是沒有辦法談太細 下一個 另外就是地方資源的開發跟產業發展 在台北市北部地區是很沒有地 那創作部是地很多 但是不知道怎麼發展 特別像台唐啊 一些國學事業啊 佔了很大的地這樣 所以地方的產業發展策略是什麼 地方的都市計畫策略是什麼 或者是地方的公有土地 適合拿來當什麼樣政策上的誘因 你是發展的是產業 發展的是什麼樣的建設 能夠帶動給地方的發展 這個是要從自己的面向啊 你一路去思考的 那我們要考慮中央地方行政業務下化 人才流動 然後地方的土地資源 才能夠有一些開發利用的一些政策 到底有什麼 這是需要一個政策的環境 重點還是說我這些調整的時候的 都讓區域比較均衡的發展 這是我們在思考的一些面向 來 下一題 好像 談的拉拉雜雜 談的一些 最後我必須講就是說 在財政上適度去做一個平衡發展 除了財政上還需要一些政策的去搭配 讓台灣還是比較有可能去整體去發展 要台灣一個台灣兩個世界 從家庭可支揮所得 從高的家庭的人口等等 越差越大 這個其實長遠來講 對台灣整個不一定不是好 未來這個問題馬來是要去面對 不要只是過年過節跟人家塞車 然後去東南路玩 人家擠來擠去 然後為什麼人口要再留東南流動 為什麼沒有一些地方 沒有發展的設備在裡面 這是我在思考的一些事情 以上跟各位分享 謝謝 謝謝 好 接著景氣 其實他還點出很多目前的問題 然後這一問題 在補助會化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已經 大家就看到也發生了 就是地方跟財政 地方跟中央財政 事件的劃分問題也包含 所以我們就劃分行政區的問題 那現在有沒有現場什麼問題 想要問一下 來 一位 還有 來 兩位 來 兩位 鳳老師有沒有問題要問 來 好 那我們就先給這位 來 我想要詢問一下就是 因為這個以前都這樣 整間有提過 他幫我拿到很多 台湾解決區域平衡的辦理 是他所提出來的貼八十千度 但是他沒有詳細的書 我們聽到說千度要先讓他理解 想接合他 我想要理解的是 如果千度了 那他的優勢在哪 然後他的劣勢在哪 那他對於合體平衡辦解 有什麼樣的幫助 然後 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台灣人群站 主要是內站還是外站 然後他 如果是內站 那他造成內站 那如果外站平衡 那他造成什麼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 不會 不會 來 來 明星直接說 我有提 直接 直接 直接講 很會 什麼 可以 那 我要請問一下 就是說 像現在 現在 地方的政府 是跟三級 但是中央縣市跟一個 鄉鎮四公署 那在剛剛發問的這個議題是希望把一些財源跟權力下方給的地方證明 那但是我在公文有遇到一個經驗就是說 像我們吉北施升格的時候他把相關事公所都收回來 那收回來之後發現說其實所謂以前的地方自治的部分在相關事公所其實他自治的方面好像不是那麼健全 尤其是當相關事長他本身是跟地方私底結合的時候 他有時候把那些資源分散給他的時候 反而是他只是在狀態個人的財政、個人的人脈而已 那反而是說在我們收回來之後我們發現 反而這樣會把市政的資源分散得更好 那我想問一下那個 順便一件事說你覺得地方自治的方面來講究竟是要三級制還是二級制會比較好 有一次當我們發現很多在相關事公所的執行面上 那樣有些不是真的是拿來治理而是拿來看大地方調戲的時候的看法是如何 以上 好 謝謝 這是很好的問題 來 您好 這個報告書這個規劃是要做消耗預算的 就是這個預算已經做出來了 然後所以這個總年度的預算不把它消耗完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明年再去爭取這個預算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 預算如果沒有消耗完的話它沒有辦法 它會收回國庫 可是我如果明年繼續再推動同樣的事情 我沒有 我想這跟今天的主題有點不一樣 可是我一直對這件事情有很大的疑惑 謝謝 好 那就是三個問題 其實第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遷都 就是你剛剛講說 可能台北要減壓 至少很多的機關往南部遷 或往其他縣市遷都可以減壓 但是它是一個唯一的方法 還是說它還要一些搭配 然後它第二個是說 就是說 對於我們那個舉債的問題 到底為什麼地方政府會一直舉債 中央會一直舉債 這個舉債的原因 是一個結構性的內在的原因 還是有個 某一個間歇性來自於某些外服因素的造成 要不要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好 我想從比較好回答的下 我綜合回答 好 好 剛剛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消耗預算這個 這其實也是我在講的 也是計畫型的補助 所以我今年爭取到這個計畫 我如果不做 我績銷不好 我明年就不一定能夠爭取到這個 這個計畫型補助 那如果是一筆有自主性的裁員的話 那就跟個人一樣 這是我的錢 那既然不用 我就留下來當結餘款 那明年度我可以拿來變預算 那它會比較珍惜的使用 這就是計畫型補助的問題 今天中央政府編了一筆錢說 各個機關可以買電腦 那我中央全額補助 那我不需要電腦 我也去買電腦 就是這個問題 這計畫型補助就缺乏財政自主性 結果你讓財政上沒辦法鼓勵 就是這個問題 當然某個部分跟所謂公務部門去強調績效 執行力啊 那個都會有一些關係在裡面 但是整體比較在財政面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你需要的是各級政府自己自主性的裁員 而不是中央給人 然後地方不一定需要這種計畫型補助 叫做報價 然後鄉鎮市公所 其實最大問題就是說他的自治規模可能不夠大 也就是說地方員能夠去參與啊 能夠去參與這種公共事務的人啊 可能不一定多 最後裂幣驅逐兩幣 你要去選代表會主席 就跟夜市人生啊 連假啊 夜市人生啊 最後我發現鄉鎮市公所出現最大問題就是 鄉鎮市公所的市長 鄉長 政長 他不一定跟代表會的主席是好的 他當然是選舉上彼此是對立的代表 所以鄉鎮市公所的預算呢 代表會就不給他過 那兩個可以過的話呢 就是那我要分你多少錢 就是說代表會的分擔金啊什麼之類 那代表會主席呢 常常也會買一部很大的雙B的車 最後大家發現說 鄉鎮市的這種治理好像不夠好 所以我們不如把它變成區 變成是縣市 特別是直辣市的派出機關 我就派一個公務員去當區長 那地方有什麼事物呢 我就幫他解決這樣 這又是一個方式啦 那在財政上我發現的現象就是 像我在雲吟的經驗喔 上步時就有一些鄉鎮喔 他們預算是沒辦法通過的 有可能鄉鎮長啊 他不跟你代表會這些多數的妥協 他不便就是錢 或是錢的金額喬不容易 所以他預算沒辦法通過 就要報現政府協調 那你看我一個財政人員 你有辦法去跟這些代表會的那些人協調嗎 我就會拉成民政局長跟我一起去 就去談 那最後縣市政府有時候也沒辦法解決 就按照預算法報給內政部 請他們帶來協調 或是內政部自己看預算的合理性 自己去裁決 這個某個程度我們都希望 有一個民意在監督行政權 但是另外一個程度就發現這個民意監督他的 也不一定只是監督他 搞不好是要跟他分享行政權 這個也有一些問題這樣 所以你問我多大的規模比較好 這個沒有絕對 但是我倒覺得就是說 我們如果沒有鄉鎮市之後啊 反而應該讓你啊 社區啊這些功能再更突出一點 然後縣市政府有一些機器 他知道各民各社區的需要 他們是透過鄉鎮 在做一個中介的機構這樣 這可能是一個好的方式 然後內外債喔 這個有些說法是是而非 我們來想像用我們的 用我們的道理就可以理解了 如果我們借外債的話會怎樣 是不是有匯域的貢獻 如果我借外債就是外幣即價的嘛 那如果今天台幣對美金是三十塊對一塊 那我借人家一塊美金 我就是三十塊台幣嘛 可是如果以後匯域變動了 我雖然借一塊美金 但是現在要拿六十塊台幣去還他的時候 那我這個匯域風險就很大了嘛 那所以外債只是多一個匯域風險 那內債就沒有匯域風險嘛 我是欠人民的 買我公債的我就欠他錢嘛 時間到了我就必須還嘛 所以他是少了這個風險 但是政府欠債你還是會有到期啊 就算你是二十年的公債到期了 或是每年你要付的庫胖那個債息 利息錢你還是要付啊 而且內債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你的舉債越來越大的時候 現在是低利益時代對不對 未來如果景氣違和利益在走升的時候 那你的利息支出 在你財政收入都不夠健全的時候 是不是排擠掉你其他政府的支出了 有的縣市政府可能舉債越來越高嘛 所以他每年編的債務復刑 也就是那個利息錢 已經越來越龐大會排擠到他的政務支出了 所以內債跟外債哪一個好 我們的政府喔 常常不跟大家說實話 因為我這樣一分析你們到底有聽得懂 但是某一個財政部長還會說 我們都沒有外債我們都是內債所以沒關係 反正欠人民人民也沒有辦法來跟我要債 他意思是這樣嗎 現在不對吧 而且內債 如果反過頭來講 你跟別人借還不是用跟你的國民借 那既然有別的國家要借你就盡量跟他借啊 最好是用本幣基價又沒有匯率貢獻 其實中華民國政府在前兩年 真的都把外債都還掉了 然後他現在只剩內債就沒有錯 但是以前中華民國政府的外債是用台幣基價 也沒有匯率貢獻 那好像借外債還比較好 因為有一些歷史背景 這個以後有機會再說 但是債就是債 那要負利息的就會排擠到你的政務支出 這個道理簡而易懂 所以沒辦法說分內債或外債或怎麼樣 但是話說回來 政府的債 如果政府的是健康的舉債 適度的舉債 把舉債做去有利益的事 那你反而要鼓勵它 譬如說921大地震 我就是立刻要去復建 要去救災 那我要災後重建 那你要不要取債 要啊 莫拉克風災 你要不要取債 要啊 那發消費券每個人發3600塊 你要不要取債 也怪怪的齁 消費券就是取債的 而且還把灌了很高的行政成本在裡面 他不是把3600 乘以中華民國國民都要的 去取800多億啦 還加了大概30幾億的行政費用 因為他發消費券嘛 要加班嘛 所以最後845億的消費券全部是舉債來的 所以楊米住在楊身上嘛 他為了怎麼辦 就類似這種事情非常多 所以舉債我是比較不喜歡分內外債 我反而覺得債跟你的支出之間 到底是什麼用途拿去舉債 這個比較重要 那另外遷都 遷都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那敢去推動遷都的政治人物率 就有破裂的政治人物 因為他看到的遷都 可以帶給大家優點 但是遷都也有一些人會反對 譬如說我台北市原來行政機關很多啊 人口很多啊 那你現在把人遷走了怎麼辦 那你要什麼議題再來發展它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議題 譬如說台北市未來要發展金融中心啊 或怎麼樣 你能夠取代掉公務體系被遷走之後那些的空 那你就有新的題材再往上去發展 那這就是好的 那整個遷都受影響的層面要遷到哪裡 這個可以去想 但是中央部會集中它在台北市 而且市中心這個問題 確實已經在台北市負擔越來越大 所以你看現在有的像文化部啊 搬到新莊褲竹心啊 有些部會想要南遷啊等等啊 而且在雲林縣的時候 有一個公廣集團南遷的評審小組 幾位傳播的學者來引力 他們說我們要看看雲林有沒有地方 雲林有一個高鐵特定區 預計什麼時候通車 那你們來這裡啊 採訪這裡又非常旁邊 南北啊不是一日生活圈 是半日生活圈 那我在高鐵特定區有行政專區10公頃 多少比例我可以給你們 多少比例是怎麼樣 你們來選擇看看 類似的模式喔 其實中央政府很多部會是可以往南遷的 大家可以思考啦 但是遷都的因素 未來要怎麼填補這個空間 這個要一起思考 還是一個整套的方案 要遷到哪裡 還是你只是在複製那個首都的模式 在讓它更擁擠 這個就不一定是好的 這個事情就不只財政變態 蠻多問題這樣 是值得再去思考的 但是大方向喔 首都的生活圈壓力稍微有多速度減少 這個我們是非常贊政的 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別在台北市過年 反正台北市人車少很多 就會覺得很方便 類似的模式啦 你以為生活壓力會少一點 環境壓力也少一點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但是遷都這個事情 確實需要很周向的來規劃 其實他還有準備一個台北市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興趣要不要聽 好 再聽一下好不好 再聽一下他講一下 來 我們請那個牧師你先問一下 等一下 有那個 抱歉 剛剛有提到那個馬總統 以前是市長 對吧 那他當市長的時候 台北市的那個什麼健保會 他沒有願意繳出來 但是那些健保會不是 所有的市民都交給健保 為什麼跟他有關係 還有他 對不起 我還有兩個問題 還有他就說 這樣到底是堪固 保護台北市民呢 還是讓台灣的全省的那個 不是 對不起 不是全省 全國 台灣我全國的人都受到拖累呢 還有我剛剛有拿到一個短文 那是春節 是春節以前跟春節以後有兩副春節 我可以解一下嗎 只有短短文 我唸了 我的華語不是很好 馬路不平 馬桶不通 咱家小事莫凡總統 人民有感 人間有情 自求多福 和勞政府 然後橫聯師 依法行政 周康和政 民不樂中 就幫不樂 然後幫不樂的諧音 今天你們等一下可以請問一下 因為過年後 我想要去抄過年前的 後來他拆掉了 所以他寫給我 過年後他這個是 龍馬精神撲 拳馬人神撲 誠信合教 元首不敢也 離首有願意 習慣就好 終有衝天之志 不知進退 終就幫不樂 幫不樂 你們記得嗎 是什麼的諧音 幫不樂 好 謝謝你們分享的這一則 打油絲 很大意思 回答一下健保會的部分 就是我們健保會有分好幾類人 有部分就是你自己負擔多少 庫主負擔多少 那有部分就是譬如說 你是第六類啊 人口啊 你是跟鄉鎮市公主納保 那你的部分負擔多少 那現實的政府要負擔多少 最大一個比例是從這裡來的 那這個 如果對規模不大的話 就覺得負擔還好 那就台北市來講 他就覺得我人口那麼多 那我要做我的負擔比例那麼高 所以為什麼你做到這種不負擔 而是叫我地方做我的負擔 然後他就說他聚焦這樣 那聚焦呢有什麼結果呢 就是說我們基本上還是覺得健保是一個好的制度 有一個危險分擔啊 那當然他的財務面我們值得檢討 但是起碼健保這個制度 大家有一個社會安全體系 當你生重病的時候 有一個健保的制度在cover 還是基本上是好的這樣 那如果縣市政府只顧自己的本位 我覺得這應該中央負擔 我就不負擔 我就不講了 那健保的收入呢 如果出現問題他收支之間出現試制的話 那整個健保是撐不下去的 所以大法官那個解釋才覺得說 政府是議題的 那既然都要立法了 那過程最好有地方的參與 那如果沒有 那地方應該還是要負擔這個錢 不能就用這個理由來抗拒這樣 所以最後要求台北市政府要負擔一些這樣 這個是希望可以達到委會 因為健保的財務是需要增加負擔的 那我來講一下台北市政府的財政 下一頁 時間快就要往下檔 聽龍果的優惠地位 其實剛剛都講過了 台北市的財政狀況 債務負擔 六度時代的挑戰 會進的財政都很類似 下一頁 聽龍果的優惠地位 現在就從剛剛的地方來看 新北市只有台北市的四分之三 那雲家是台北市的二分之一 台北市的家裡可支援所得最高 下一頁 那另外儲蓄金的買戶的 這個也是台北市最高 下一頁 各縣市的失業率高是最高 台北市還好 但是我必須講這個差異不大 因為台灣人口 台灣小 交到外面人口的人口很自然 下一頁 大雲家學歷還是台北市最高 其他你看兩層 三層 台北市有六層 都是大雲家學歷 所以他能夠數字最好 相反的國中以下學歷 台北市最少 那一頁 下一頁 台北市的國中以下學歷很高 其實農業縣 越往南部這些農業縣 他的國中以下學歷很高 下一頁 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 也是這種一些比例高 台北市在其他農業縣另外 是因為他社會比例確實是比較好 他通過捷運 交通 對老名人口是比較友善的 這是一個原因 下一頁 那一樣0到4歲的人口 台北市的比例高 但這個人口 青壯點的人口 往都會去移動會有些關係 下一頁 所以整體的人口移動還是在往北部部部區裡頭 除了台北市之外 是在北部部部區裡頭 除了台北市之外 那我必須講 這個是雙北的話異效果 桃園 新入市 柯林區等 所以人口增加了前五名 竟增加了17萬多人 然後人口流失的這前五名 人口竟流出45名 在20…這寫錯 應該是2010到2012年之間 所以人口還是這個趨勢繼續走 區辦是相對的 就是台北市占盡的一些優勢 下一頁 所以我們來看跟稅源有關係 整個營業收入個人所得 跟財產稅的稅源 整體台灣是百分之百的話 營業稅的稅收 然後大概將近六成五成六 是在台北市 這個跟公司登記 大部分在台北市 和工廠在其他地方 會有些關係 我也是遇到台塑化的總經理 我就感謝他 我說因為其他台塑的公司 都把公司設在台北 然後工廠設在雲林 然後嘉義 高雄等等 結果台塑化例外 當年他把公司整理 設在雲林間 那我統統官就多很多了 所以台北市是在營收裡面 在個人所得 因為台北市的家庭平均 可是被所得很高 所以他大概四成的個人 所得的金額在這裡 你看這金額是很可怕的 金額是大概應該是 大概兩千多億 應該是萬的台灣 才會忘得寫 財產稅也是喔 台北市的財產稅 財產稅就是地價稅 房屋稅這些 舉個例子 如果說言談之間 對台北市財政 享受到的優勢 比較 比較有點困難 也是 像我在一個研討 台北市的財政局長 不是被搜壓那個 後來沒有 他就來跟我挑戰 他說 陳前局長 對台北市的財政相當的敵視 類似的 最好他的意思是這樣 但不是用這麼激烈 後來我回答他 我說 他說他台北市的財政努力 在財產稅裡面 他課徵最多 所以他不斷的調整 地價稅啊 房屋稅啊 的評定限制啊 等等 雖然他財政上 他是很努力的 財產稅再增加很多 這樣 那我就跟他說 謝謝你 其實我是台北市 台北市財政好 當然很好 而且告訴一個小秘密 其實我家 有一天收到一個豪宅稅的通知 我多高興啊 光宗耀祖了 我跟南口人在台北有豪宅 可以住 怎麼可能呢 想說這一定要拜光罵啊 後來呢 台北市玩獎 他後來就撤銷 說啊沒有 你這樣不是豪宅 我覺得人生還是要再去財政 因為台北市 他說什麼豪宅稅 要增加很多啦 然後 接一個名義啊 後來他發現他弄錯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他講不動產 實價課稅是什麼 不是財產稅 是所得稅 因為你在財產交易當中獲得所得嘛 你應該照你獲得的所得比例來課稅嘛 他弄錯了 他把財產稅去實際上課稅 財產稅又沒有所得 他只是持有嘛 對不對 啊我沒有cash flow 我怎麼讓你課稅 你可以去給一個地保 課很高的財產稅可以啦 跟他的那個 跟他的管理費一樣高 都ok 所以你跟一般台北市民 你跟他說我現在財產稅房務稅啊 大家都說我低估啊 我現在可以課很高 可是人家就是有個房子在這邊住 他搞不好沒有那個所得 你怎麼課 結果他打錯了你知道嗎 應該去懲罰炒房 所得賺很多的 所得應該實價課稅 他弄錯了 他去財產給你實價課稅 而且財產沒有交易 他就是一個平定限制嘛 你只能說我的平定限制 你挑的很接近實價 可是實價就是變動 同一棟大樓 不同樓層 那個價格都不一樣 所以難怪我家不配 那個號召 那這個地方 好啊 台北市就佔了很大的優勢地位 夏宴群 在歲月分布不均上 所以用py chart 用頂圖來看更明顯 整個歲月啊 台北市佔了41% 那其他縣是這一分 那歲月分布很懸殊不均 這個跟地理上的差異啊 有些關係 有一些細的啦 時間關係不多說 下一頁 那反應在財政能力 你剛說那個整個徵集 跟台北市人口多啊 那我去除人均來看看 台北市的財政能力啊 照人均來排名的話啊 他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 美基礎是金本線 為什麼他的財政能力這麼好 因為他有金酒公司啊 他人口不多啊 但是一個金酒呢 行銷全世界 然後每年貢獻 金本線政府大概40億以上的收入 所以他產生什麼最高 這個是一個集團 只能拿掉 我們看的話 台北市的人均財政能力 大概是三萬六千 我們看一個比較落後的 二十 加一 加一 我們是把加一拿出來 加一些的財政局長 由不起我吃飯 欸 不拿六千耶 差距多大 六倍吧 高不高 人均財政能力總是一個比較好的比較的指標了吧 台北市還是戰績優勢啊 限令 財政能力 這個紅色的部分就是比全國平均值還高的部分 台北市就是高很多 人均財政能力最高 那落在全國的平均大概是台東市 跟全國的平均比較多 這個都比全國平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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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是這樣 那這個財政能力就可以去教育 來 下一頁 然後另外我們考慮財政能力就是跟公共建設有關 包括你的公共建設 包括交通 醫療 教育等等 台北市當然可以辦比較好的高中 當然可以辦大學 因為財政能力好 當然可以有捷運 各方捷運一半以上的經費是中外輔出的 下一頁 那公共建設也有在地特性 這剛才講過 一個新一線抵過一個彰化線 彰化線的又比其他縣市財政規模多大 那以後桃園線升格就直下市了 年底的 那一條新一線就抵過所有的縣市 對不對 那五度格局之下 區域發展不全都要約了的話 下一頁 那台北市的成立狀況 下一頁 這組得也不清楚 一年的稅度大概1600多億 一年的稅數是1700多億 所以它的差短是151億 我這是決算數 審定的決算數 還不是預算 因為預算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它編得很高 但事實上不只是寫 有時候比較失真 那102的決算還沒出來 這最新的就只有101年度的決算 那我們來看 它的稅數是稅數之間差了151 所以它大概都是主債來之一 所以台北市一年可以新增加債務151 蠻可怕的對不對 蠻高的 那左邊是稅數 右邊是稅數 它稅數用在哪些 稅數用在哪些 有哪些稅數 有部分是自有財源 有部分是其他的收入 包括貴費 法單 什麼的收入 台北市還有一筆 事業盈餘 台北市有一些事業 然後統籌跟備款的稅收入 大概330幾億 337億的樣子 一個統籌款的收入很高 然後其他投資事業的收入 就有控制一看 這講太多 然後來看支出面 我剛剛不是說 債務支出越來越高的時候 會排行政府支出對不對 台北市一年在債務支出 債務負了27、8億 高不高 利息錢27、8億 很高對不對 中東政府好像1100公益的 那是更高 好 下列 那 這個很好 融資調度 你如果去看預算出 每年都是 債務舉借216億 債務償還66億 什麼意思 這叫做舉薪還舊嗎 我要還66億 所以我借66億來還 那其他的就是你新增加的 新增加150億 然後稅入呢 大概63%是靠稅客收入 我必須講 這個稅客收入 包括中央那300多億的投籌款 因為投籌款就是你的稅客收入 在這個會計歸類上 這個稅客收入 大概337億 那我講的 就稅客收入大概是1000多億 那其他還有補助收入 你覺得奇怪 台北市政府財政這麼好 還要補助他 對不對 所以不補助他又不行 所以他要有一些補助收入 1.300多億 佔他整個收入的20% 那其他就是 事業營養 事業收入 歸費 財產收入等等 有時候賣財產 這個很好 台北市支出比例最高的 跟其他先生說什麼一樣 教科文嘛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這個部分大概三成五 那經濟財產支出高11% 社會股利支出到15% 其他就是緊鎮退伐 那我剛剛講 債務支出在這裡 27.941 28億左右 佔的比例還算小 因為現在地域的時代 那如果未來這個越來越大 那當然就是台積其他支出嘛 下一頁 我們來看一個概念 我們的預算收支 把它分金長門跟資本門 所以資本門比較好想 資本門就說政府去做投資啊 去蓋公共建設啊等等 那這個部分可以舉下來之一 那其他經常性的支出 包括行政費用等等 我不需要你去舉下來之一 那所以呢我們的預算法就規定 你的經常收支之間要剩餘 不能你經常收入比經常支出還要小 你支出還大於收入 那我這個經常費用就夠用了嗎 把經常的剩餘啊 要拿來自應資本的支出的需要 我才能夠去過溝建設啊怎麼樣 所以經常收支的剩餘 經常收支的剩餘 綠色這塊拿來支應公共建設的需要 那我說按照年度看 就知道我的經常支出是不是在排擠了嗎 那你看台北市的高空在哪裡 99年 經常收支的剩餘還蠻不大的嘛 可以拿來補資本門的需要 我經常收入跟資出現在剩300多億 然後到99年了 100年的時候這塊綠色的縮小了 到101年了綠色又縮小了 那我沒辦法去支應經常支出的時候 我怎麼辦 只要靠橘債對不對 那橘債就是粉紅色這塊嘛 歲不歲出的差距要靠橘債來支應我 所以你看這個150億是這樣買的 所以經常收支是不是要保持剩餘 來支應你資本支出的需要呢 要不然你就越於一代一橘債嘛 越於一代一橘債的後補 剛剛就講了嘛 所以台北市的狀況 其他有一些細節啦 所以他收支差短在擴大 擴大的趨勢這個圖不太清楚嘛 我們就看支出嘛 收入嘛 稅度、稅出嘛 跟債務等之間的差距 所以你會發現收入小於支出 呈現短處 而且越來越惡化 所以台北市政府雖然財政還不錯 但是再惡化越來越糟 然後預算的結構在僵化 因為他的法定支出包括人事費 要各項社會福利支出 以來越糟大 那你收入的成長呢 不及支出的成長 他的支出在成長很快 但是收入的成長 下一步 那103年度的預算 在去年年底台北市1月35通過 那稅出、稅度之間 大概這樣 稅度之間短處103億 年同債務版本要借這麼多 所以他發現公債跟社稅大概借110億 這是正一個年度2014年 美國103年度的預算 下一步 來看一個自償財源跟自有財源的概念 所謂的自有財源就是說 稅入去減掉補助跟協助收入 那自償財源就是說 我的自有財源之外 我在扣掉通貨通貨盤的體力 什麼意思 所謂的自有財源 就是基本上我是自己擁有的財源 包括我徵起的稅 跟中央給我的總統貨款收入 那我自有財源比例越高 代表我財政自主的能力越高嗎 那你看台北市的自有財源 佔他稅出的比重 自有財源佔稅出的比重 你們看到哪一個事情 我看到是自有財源佔稅出的比重 越來越低這地步 代表他財政自主性在下降 越來越一旦中央給他補助 看到第二個問題 自有財源比稅數還大 什麼意思 奢侈更高更多 所以啊 有些政治口水經濟的檢驗 因為有人說民黨政府啊 對台北市政府比較不好 所以後來他國民黨執政 對台北市政府超好 所以給台北市政府補助超多 那這很好笑的對不對 因為 你以前的稅出 用你的自由財源 包括你徵起的稅 跟你的統籌款去支援還有勝 1年剩14% 剩18% 剩12% 那你何必要靠中央政府可以補助 或者緩過來說 自由財源裡面包括統籌款 是不是以前的年度呢 給你的中央統籌款太多了 那你自由財源太多了 所以台北市政府呢 就可以做一些有沒有的 這是2007 2008之後有沒有 後來真正的原因呢 都不是 真正的原因就是 台北縣升格的台積左右 記得我講說 原來北高去分中央統籌款 那43%的大比嗎 後來台北縣被我們要求人 走了前流下來去分那個 北高一起分的43% 最後中央才去補台北市155億 所以他那個部分補的155億 就是補助收入了嘛 所以我自由財源的比重大人現在講 那他整體的財政大比 你沒有變少啊 所以這種自治口水就很無聊了嘛 他比較必須真的自己考慮的就是說 你看我的統籌款是不是減少了 但是我的稅數規模又沒有減少 稅數規模又沒有減少 還是在增加 只是我的自由財源率下降 這有別的問題 就是你財政自主性比較便利了 只要給你的補助 他要你去做什麼 那是指定客戶的 對你自主的應用是比較不好的 那一塊就是所謂的專案補助 專案補助 來下一頁 另外我們來 說2012年自由財源在稅數比重主要就是西北市省核排擠 他去跟北高分那43% 那其實全國各個地方政府裡面 台北市自由財源比例最高的啦 台北市現在還 就算你自由財源比例下降還有66%比 非五度的47%還要高 那支手財源比例在地前 這看一看就好 下一 新北市省核對台北市的排值就是這樣 因為當年 2008年 中央台北市的中央總共盤減少 其實相對的就是我剛講 155里的補助盤大幅增加了 因為新北市 那時候台北市的主動直轄市 所以財貨法原來給北高分了43% 改由台北市台北線跟高五四賽格來分 那台北縣分到327的統合環 就排擠掉台北市跟高五四 所以北高市長跳腳 那陳政院就額外給他一個專案分出 一個151、551 高五四補個110 就這樣來而已啊 這麼簡單的事情 謝謝你 原來台北市跟高五四分43% 那台北縣準用直轄市 他有去分這3% 那當然北高最分的錢就變少了 所以他的統合環收入下降 自由財源比例當然下降了 那我們整體來看喔 包括統合環 包括剛剛的專案補助 是1501 包括一般性補助款 保障財源補助 平原預算補助 中央有虧待台北市政府 現在沒有啦 500多億、500多億、500多億、481 這個就是整體稅整體的補助款 這樣來看最公平的嘛 下一 這個是稅入預算執行的狀況 這個除非你有在注意他每個月的財政狀況 來看看就好了 下一 來看一個比較重要的人事費 稅數預算在這一欄 然後人事費在這一欄 人事費大概都700多億 那我看人事費佔稅數的比重 人事費佔稅數的比重 其實大概都是五成左右 重不重? 臺北市政府一年人事費要700多億喔 那你事實上你想一想 你一年的稅數一半在付人事費 你有多少財政制度的房間 你如果當一個市長的 當一個決定臺北市政策的 其實裡面有多少財政制度的房間 因為這個叫做人事費 我還沒有包括法定的社會福利支出 就每年裡頭必須變的啦 或是一些經常性的支出 我還沒有算在裡面 我佔人事費佔稅數的比重大概就一半 那人事費佔稅數的比重在下降 不是因為我人事費在下降 人事費在增加 只是我稅數規模再過大 比例就下降了 但是我收入沒有在這增加 支出增加速度很快 但是收入增加速度很慢 下一題 所以整體來講 臺北市整體的財政還是要不見 但是財政收支高度養賴中央輔助 其實地方政府的收入有幾個 地方稅客收入 就是財產稅的部分最大 或是指定生補稅 歸位收入 那來自中央輔助就是有三塊 逢中塊 一半去補助款跟計劃稅輔助 這三塊 這些地方稅客收入會不夠 會跟當年精神的時候修財化法 把營業稅中央集權到中央有關係 那中央再分配給地方的同桌款 比不夠大地方政府收入嚴重的存在 都必須靠中央這種支援地方政府才有辦法去做事 或是你要靠主債 現在慢慢的 很多縣市是沒有主債的空間 這就是意外的問題 所以台北市的財政隱憂是什麼 財政能量不足 收支的結構在十項 收入都比支出高 每年都是吃支 那自由財源慢慢在降低 財政自主性變低 然後支出結構很強化 你每年固定的人事費 法定義務支出都很高 這是台北市財政的三大隱憂 再看一個債務財就好了 時間有關係 這個台北市每年的主債狀況 每年的債務余額 就是債務存量的多少 下一頁 看下一頁 看圖就好了 這個是台北市債務的狀況 每年創下狀況 現在是1600多億 1600多億 然後如果你習慣看你就知道 這個2007年之後是郝文明市長 這個一段是馬英九市長 這一段是陳文明市長 最笨的是誰 最笨的是台北市民 因為你看馬市長 就是債務 增加速度是快 後來這幾年當然有下降 他擴張預算支出 他大膽的舉債 用預算趕編 債務最後就是承擔的結果 這幾年是有下降 後來這些比較偏偏一點 台北市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除了這個公務預算之外 他很多基金預算 舉個例子來講 捷運 台北捷運公司不是一個公司 他財務就跟台北市政府是獨立的 那台北市政府需要做什麼 就叫捷運公司去做 我要做貓 明明知道他們不賺錢 每年都會虧錢 我跟台北市捷運公司去負擔 類似的 或是所謂的市場性基金 市政府 市地窮化基金 什麼樣的 那部分的財務要另外看 我還沒有往那邊做 但是那部分的財務也不簡單 也蠻多文章 那還有其他嗎 下一頁 這個當然都類似的我講過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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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講過了 下一頁 當然這裡 台北市政府財政其實要以市民為何 你不要跟市民沒關係的 只是說因為我財政不好 所以我要聯合開招 因為財政不好 我只好VOT 台北市要去想市民需要什麼 讓台北市政府要扮演性的表現 這樣才是財政的根本 你不是說財政不好 所以市民需要我們做 因為財政不好 政府不能做 我叫財產來好好做 這個都當我唯一了 那台北市政府要思考 它要整體國家發展 要扮演火車頭 包括區域局的發展 要扮演大客 首度計算的這家 這剛剛有時候提過 下一頁 另外台北市的發展 估計就是台灣的其他現實 包括中南部的東部 他用區域的發展來思考 才能繼續維持他首度的優勢 台北市不要去想說 你是什麼亞太什麼中心啊 什麼北京啊 上海啊 沒有 其實你就是台北市的總統 比較務實一點來看 不要務虛 然後去想那些 有能力的其實都在 都自己會去找他的角色 台北市政府不用去照顧這些人 下一頁 那另外就是權責項目的地方財政 這個有一些要思考 可以講 國主規劃 地方分選 區域治理 跨域治理 下一頁 中央地方分選 下一頁 我來講一個台北市的問題 下一頁 台北市要檢討這幾個 就是促餐 促進品間參與公共建設 包括BOT 包括捷運的聯合台發 他其實太偏動商業儀 那譬如說 像郊九轉運站 四五轉運站 他變成極小化車站 極大化商場 那你原來為什麼要做郊九轉運站 跟四五轉運站 是為了車站吧 那就反過來 是做很大的商場 很小的車站 然後下一頁 然後這個都是失敗的例子 台北市要去施行的 像剛剛 像杜幻南北路 像光管新世界巨峽 水電市場樓上那個 像年開 先財運去糾正台北市 美和市有沒有 聽過嗎? 然後陸屏專案 你以為你知道 你只要投入到錢嗎? 陸屏專案 投資了一百多億 來 下一頁 台北市辦花火嗎? 台北市辦花火喔 他這個預算真的是亂編 他說我們的預算 大致上是平衡的 但是他的收入沒辦法實現 他原來編說他的收入大概一億三千多塊 但是實際上之後 收入了才差不多四千塊 大概才實現了三成八 但是人事經費呢 就兩千八百多萬 但是很重 另外 文化基金辦採購 然後匯幣政府採購嗎? 這個都有些問題 而且台北市政府自己文化局做 然後將文化基金去做 文化基金會是哪一個? 這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啊? 現在是屬於台北市人 他是一個基金會嘛 照理說是立案的方法 但是他的人事啊等等 是台北市政府的操作 然後預算 預位沒有生意嘛 人事、預位沒辦法開業 然後他呢 他有一些支出比較不受政府採購 比較 這個有一些問題啦 他要細講啦 而且有一個副市長 你知道他卸了之後去哪裡? 好 現在就在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嘛 來 卸了 另外這個問題 其實台北市這個環文做得不錯 議員提的地方建設建議經費 這叫什麼? 小型靈性工程款有沒有? 議員配合款有沒有? 然後他提出來就是議員建議的事項 包括金的、內容、肯定、照標的等等 其實台北市政府現在做的還不錯 他們也辦一個公務人事 他做的公務其實都很細選 人行道啊、路面啊 這就是路領藥、溝蓋、公園入口、林嶺、黑溪、綠原化、邊坡、山坡、地盤等等 那這不可能就是政府要做的 為什麼要給議員建議成員才要做的? 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每個議員還分配可能度 一年要多少? 台北市政府一直不講那個公務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了 這個不給議員 台北市政府預算就不會過 台北市議員每年 台北市預算每年都很順利的過 所以他大概該有的理數都做到了 只能講到這樣 好,隨便被議員打 下一頁 但是他有上網公布啦 這些線還不錯 另外就是對民間團體補助 他補助什麼樣的團體? 補助公益團體 還是黨國體製作會的團體 還是不一樣對不對? 其實自己只去看事情還蠻多的 譬如他補助的項目的這些 有些是補助市統會、區統會 有些是退股軍人協會 你去看氣象了 到底補助哪些團體? 補助什麼樣的計畫?補助計程資產? 現在是越來越不習 越希望透明度高了 才會透明度高 但是很多還是市長或是一些政務上的權利 你去考慮 補助哪些團體 請他選舉的時候支持我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選舉吧 這個就是對民間團體補助 他現在也大概每半年要公布一次民進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主技術 我們先 行政運主技術 他可以整個總計算 物理大會議員建設經費 處理明細表 對民間團體補助經費明細表 其實未來要財政上跟想法資訊公開 財政透明度 包括你的照片、程序、施工品質、物業的過程 跟未來公開資訊再配 另外更重要的是參與市民主 特別是參與市預算 我一個台北市的社區 台北市的學經歷背景 大家這麼高的時候 你要自己決定你的社區需要什麼機會 而不是議員基於他的配合團來幫你決定 而不是理長他跟議員的關係去整個 我們要跟你的社區裡面 你如果去參與社區 就這樣你社區做了兩件事 你自己的社區未來會更好 那台北市是首善之區 這個市民的水準是最高的 參與市預算 我剛剛跟秦海還在先料 我發現參與市預算在台灣有很大的空間 特別是社區 你是社區決定的 是理長決定還是議員決定的 你決定了台北市的 可以運動 我這裡排水溝需要怎麼做 為什麼是議員基於交易 為什麼不是你社區的 去運動 來 去台北市的 好 差不多 謝謝台北市的 謝謝大家 好 非常多謝謝 在很快的時間拿我們看到財政 那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資料好像可以公開給大家 可以 因為這個資料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然後可以 我們的網上可以 大家可以 那上面請住民 然後在飲用的時候請住民出處 在那可以 大家可以回去再去瞭解一下這個相關的問題 那因為大家可能接下來 很多人都要 開始進入投入到 從六度選舉的開始 氣候選舉的開始 所以接下來 有很多錢的問題 很多細節的問題 怎麼用錢 其實也是涉及到 政治的親密度跟連接度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如果說我們 像剛剛 錦記剛剛說的 其實以台北市的公民程度那麼高的話 其實對這個東西 它應該有基本的判別 跟判渡能力 應該把錢花在什麼地方 那剛剛講的參與式預算 大家可以去看一些巴西的例子 你只要網上打巴西參與式預算 大家就可以找到 他們怎麼進行參與式預算 但是 後來進入不是太成功 但是 在台灣應該還有一個可行的方式 比如說 在於預算透明的話 你在支出過的透明度 這個可以透過現在網路的公開的方式 像我們高能 data 這些東西來進行 那我想說 在未來的台灣 對於政治的參與上面的話 我們可以給予更多的意見 那如果我們可以走入到 透過網路走到 審議式民主的預算的參與的話 可能我們的政治 就是在基本上的親民度就會高很多 那這個禮拜五的 我們會談有關於228的議題 就是 關於 因為228後 這個這裡我們不談 因為會跟共生音樂結合作 跟台交會合作 所以就有後面那個86 我們大家自宏重演 來主持這個禮拜五的 關於228 去重新再回去看 因為 最近的教育 課綱的更改的時候 其實這樣也影響了很多史關 所以我們可以 藉這個機會來重新去看待 比如說 殖民的問題 日本殖民問題 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 是不是殖民體制 其實這個都可以去說明的 然後當然我們 最近的一些朋友們 也在處理到各國的歷史課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是說 我們需要給下一代什麼樣的歷史關 或者說我們接受歷史關 是不是一個開闊 可以被解釋的 或者是 不是活在盲昧的 然後不真實的 一種意識形態所製造出來的神厚 所以這個禮拜五 會有陳醫生老師 陳翠爺老師 一起來這裡 然後跟大家一起 討論一下 228 1947 就是再重新回去看 被出賣台灣的歷史過程 好 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禮拜五見 謝謝